大家好,在二月年是二月份,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没有做更新的西萍 今天就来看看我过去的两个月,我的兰花长得怎么样 现在新卡特兰开发的季节,我们就先从卡特兰看起吧 面前这两颗,一颗金满衣,一颗金铜纸,它们两兄弟,今年应该有机会同一个时间开发吧 因为两颗现在我都已经看见有花包 两颗都有四五个花鞘,本来这颗金铜纸有五个花鞘的 有一个花鞘了,干掉 所以现在有四个花鞘 这边这一颗大型的卡特兰,这颗今天早上刚刚打开 刚刚打开的时候颜色是比较单的 这颗就开了有一两个星期吧 因为我这边现在的天气都很冷啊 所以有好多花鞘了,花包都长得很慢 这颗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有接收过它 当时它还是花包的,今天早上才刚刚打开小小 这颗是叶夫人的杂交品种 好可惜它被芝麻咬过 下方这个花梗呢,本来有三个花包的都被芝麻咬光了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吐泪了 因为蓝花养得太多,好多时候没有留意就被芝麻咬光 这两颗我在上个视频有介绍过 这颗好美哦 我好喜欢 现在我这里呢,都充满了卡特兰的香味 因为它们每一颗都有香味的 这颗的球菌呢,很好看的 这颗花包呢,长了很久了 还是小小了,天气太冷了 我已经开了两个轮期了 这颗米里的石湖栏都长了好多花包了 春石湖 可能要再等多一两个月吧 才有花看 过来这边看看 这颗我之前介绍过的 我说它是西科连在一起 我说它长了有四个花梗 现在不紧了 再多长了两个 这颗Golden Stuff 开了一朵 因为它去年呢,有王斑冰 所以呢,今年就开得比较小了 好多一片都被我剪光的 这颗现在好干啊 我要跟它喷喷水 这些水培的 我在冬天都不怎么下水培的 就这样跟它喷一喷 干掉了再喷就是这样 这颗开花跟我没有关系的 我是买它来开花的 它是唯一一颗是我买它来开花的 在我这边 其他的东西在我家抽花港开的 我最近把它转过去水培 现在在泡水 这颗EQ的杂交品种 抽花港抽了很久了 真的天气比较冷吧 到现在花包还是小小的 EQ都比较喜欢温暖的天气 所以它的杂交品种呢 在冬天的时候呢 它会长得很慢的 你们还记得杰克吗 我说他五年都不开花的杰克 他今年呢抽了两个花港 我在两个月前跟他中西瓶的时候呢 我说Kiki呢 今年可能看见妈妈开花 他就不开了 不是啊 他现在又抽了一个花港出来啊 Kiki都抽花港了 杰克西西雷利的杂交品种 现在有人都教它做什么西西啊 它在里面还有两个花港的 有一个比较小的 在里面 这边抽了两个花港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同一个位置抽两个花港啊 这边 杰克现在有三个花港 另外的一个比较大的 杰克你们还记得他吗 我说他开花不要命的那客 仅仅开了两年多 我在两个多月前做过一个西瓶 开花不要命的就是杰克 我把他的花剪掉了 你看他现在又抽了好多的杰花芽出来 这边又在长花包 如果他自己都不要命 我就不管啊 我最近把它转过去水培 这边还有两颗 这边还有两颗现在都开得很美的 这个品种我好喜欢的 因为他每一朵都有多多小小的不一样 今年开的就比较小了 这两颗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他的根呢真的长得很多很多 整个玻璃瓶子呢都是根 杰克开花从来没有停止过开花 杰克我估计他应该开了有超过两年多 我差不多三年了不断的开 如果有看我视频的都知道了 因为我每个月做视频的时候呢 都会介绍他的 这边的大部分都是金取蝴蝶兰 他们现在都没有花开了 但没有花开了都可以看看他们的根 好多时候呢 看他们的根呢都很开心的 我最近发现这一粒金取蝴蝶兰呢 在冬天他们的根呢长得更加的好 而且呢不断的长根 长一片 反而在夏天的时候呢 他们在开花 反而不怎么长 每一颗的根都长得很好 这一粒的品种因为他们在春夏秋开花 他们在开花的时候呢 好像就不怎么长一片 反而现在冬天呢 他们的一片呢 好像长得特别的好 现在有好多都已经抽花牙 好像跟普通的蝴蝶兰呢 有很大的区别 我现在晚上的温度呢 都很低的 但他们长得很好啊 你看 这条根都长了出来 还长了好多新鲜的水苔 我感觉他们在冬天 这条根比起普通的蝴蝶兰呢 长得更好 不知道你们的 是不是这样呢 这颗是 SpaceOSA跟Poker的杂交品种 新长的一片都长得很好 现在又抽了一个花牙出来 他们都在冬天抽花牙 春夏秋了就开花了 这颗的根呢 都长得很好的 其实我现在呢 都不想它再长根 因为再长根呢 我就需要跟它弯盆 我想它长一片 抽花牙就好了 根长得太多了 摆在这边的 这几颗呢 都是灯花 应该有五六颗吧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颗都是灯花 我应该有七颗的 还有一颗不知道摆在哪边 过来这边看看这颗 这颗没有看啊 它是灵灯的杂交品种 我经常都说它是小气鬼 现在抽了一个花牙 在旧有的花梁里面呢 我看到它都在长花苞 这颗是灵灯 这两颗呢 是三层的 Joy Fertile 很快就会有花痕了 都来看看小气鬼的根吧 小气鬼在我家有两年多啊 里面长了好多新鲜的水苔 根都长得很好的 灵灯在我家就还没有到一年 它在夏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过花 根都长得不错的 买回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什么根的 这两颗三层的 根都长得不错 这个品种很好摘中的 在我家差不多一年吧 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开过花 现在又抽了两个花梗 这边有几颗西塔基 这颗Lobiris 这颗豆腥西塔基 它们小小颗的 就已经可以抽花梗 可能我这边现在 比较低温吧 开花不要命的 还有这颗C-Deli 我在夏天的时候呢 曾经为它做过一个视频 因为当时它长得不是很好 我就把它的花梗剪掉 不知道还有没有男友 记得起来 我想它长一片 结果呢 它没有长一片啊 现在还抽了两个花芽 看来它真的不想要命啊 还镜下一片的叶片 抽两个花梗 我都不知道它可不可以 但我就不管啊 它自己要开 就给它开吧 如果是你们 你会给它开吗 它的根都长得很好的 里面都长了一些新鲜水苔 不知道它为什么不长一片的 还抽两个花梗 这颗史塔基收狗 都是小小的都抽花梗 它没有在我家开过的 再过来这边看看我的灯花 之前有一位男友问过我 他问 在不同的品种里面呢 这一类金取蝴蝶蓝呢 在栽种的时候呢 有没有区别 是有的 特别这一类灯花 它不喜欢高温 也不需要太高的光照 中光 中温 它就会长得好 反而在夏天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长得不好的 灯花西温呢 就更加的不喜欢高温 有明亮的光照呢 对它们就已经很好了 现在看的几颗都是灯花的根 这颗是我买兰花的时候呢 人家送的 到我家才几个月 现在新长的叶片呢 都长得很好 还长了好多花包出来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是送的这一颗 现在都有一些新的根长去 这颗我跟它湾盆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什么根的 现在都长了 一两条生的根出来 很干啊 这颗要给水了 这颗西温 现在冬天呢 它拼命的长 长得非常的好啊 西温在冬天 现在还长了好多花包 它在去年的时候呢 基本上没什么开过花的 就在夏天的时候开过几朵吧 那现在到了冬天呢 那现在到了冬天呢 长得非常的好 西温真的不喜欢高温的 特别是西温 其他的灯花呢 还可以 如果你的西温长得不好了 你可以考虑不好给它太高温 西兔呢 就跟其他的差不多 就只有西温就只有西温呢 我感觉它真的不喜欢高温的 现在的根都长得不错 这颗西温 其实我不想它开发的 现在又长花包 我想它长一片 这颗 Purple 这颗都是灯花 这颗的根都长得不错 还有一条根长了出来 它们真的在冬天长根长得非常的好 几颗灯花都同时间长花包 这颗香香蚊鸡 开了有半年吧 真的开了很久了 这颗 香香蚊鸡呢 就比较怕冷 这颗现在都长了一些新的叶片 过来看看我的王后 Kipuru 她在夏天的时候呢 开得很美 现在又抽了一个花芽 这颗长根长得非常的好 这颗Kipuru 就需要非常高的光胶 根长得非常好啊 这颗 在里面的都长得不错 每一颗都在长新的叶片 好奇怪哦 它们在冬天长得特别的好 真的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这样了 你看杰克的根 看它们的根都好开心的 过来这边看看 我这边呢 有好多都有花芽 好可惜 因为天气太冷了 它们很久都没有花苞 这颗Japonica 都有一个花芽 长得很慢啊 可能天气真的太冷了 这颗有两个花芽 这颗有两个花芽 这颗是三圈 里面这颗 这颗我要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它里面呢 还有一颗 真是半片叶片 但它都抽了一个花芽 如果碰见这样的蜘蛛 不是很健康的 我会给它开花 但不好给它开的太多 给它开一朵两朵就好了 超过三朵呢 我会把它的花包摘掉的 不会给它开的太多 因为它的蜘蛛呢 都不健康嘛 这颗小小颗的 它在我的室内的 我最近才把它拿出来 都抽了一个花芽 这颗名湖蓝 Jeponica Jeponica 好难追踪的 我感觉 摆在这边的 基本上都已经有花芽的 但它们呢 真的长得很慢 花包打了很久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 我下方呢 有一颗给你们看一看 这颗呢 它本来中心都已经烂掉了 没有了 种了软腐病 后来呢 抽了一个小小的Kiki Kiki都长得很大了 但现在呢 在下方 又长多了两个Kiki 你看在里面 还多长了两个Kiki 碰间姐一类 种了软腐病的 还近下一个头的 我就不管的 把它摆在玻璃瓶子里面呢 提供水分养分 它喜欢长的就长 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呢 去抢旧的 我最喜欢的 健一文心 现在开的很美啊 它可以开很久的 它的花梗呢 还会长出一些奇发芽 跟普通的蝴蝶蓝呢 是一样的 只要它的花梗呢 没有掉下了 没有枯萎了 都不好把它剪掉 它还有机会 长一些奇发芽出来的 建一文心 建一文心 叫小可爱 不怎么建用空间 我真的很喜欢的 它开花了都可以开很久的 现在过来这边看 这个天鹅蓝 开了很久了 一个多月吧 它第一朵打开了 现在应该已经 应该已经有一个月 我没有想过 天鹅蓝都可以开这么久啊 应该是这个品种吧 有好多品种呢 我在网上看到了 它们都说 只有一两个礼拜 这个品种真的开很久啊 而且它的香味呢 都很浓 天鹅蓝的香味呢 真的很浓 这边的水皮 基本上每一颗都有花芽 可能还要等一两个月吧 才有花看 这颗我要拿下来给你们看一看 这颗蝴蝶呢 在两年多前呢 就已经没有再长一片了 因为它不长一片 它老化了 就会死亡 所以它在过去的两年呢 就拼命的长kiki 长了一个 下方现在又长了一个 两个 在另外的一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kiki 它在过去的两年呢 就长了三个kiki 在这边呢 这个都是kiki 它耗尊了它自己所有的养分呢 来长kiki 南花的生命力呢 真的很强 因为它知道它自己呢 很快就会死亡了 所以呢 它就耗尊它自己所有的养分 来允许它下一代 拼命的长kiki 这个kiki 这个kiki在去年 就已经有开个花了 今年又抽了一个花 它更长得很好的 那现在它有三个kiki 我相信它不会再长了 它已经没有养分了 这颗kiki 这颗kiki 西里里的杂架品种 都抽了两个花 这个品种在UK 都卖得很便宜 好多时候呢 五磅前就有一颗了 我现在有六颗 有一颗呢 是朋友拿来请就的 请就完以后呢 他就没有拿回去 摆在姐边的 姐两颗呢 长得非常的好 姐克现在有一个花芽 它是种在玻璃瓶子里面的 姐克 姐克呢 就长得更加的好 你看姐片新长的叶片 我看见它都好开心 我姐一颗 现在又再长花包 这片叶片呢 我刚刚买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叶片呢 有一点 好像花王的 那后来呢 再长的时候呢 就没有了 这边有好多都已经有花芽 我相信到下个月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花开 每一颗都基本上有花芽 这边有两颗呢 都是西里里的杂交品种 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追踪 我现在有六颗 六颗都是水培的 整个花芽 垂垂垂垂叶摘中的 它都会长花芽 这颗我之前呢 以为它会摘花芽的尾端 呢 长了一个茄茄 原来它是一个花芽 已经有花包了 这边水培的 就只有姐一颗栽开 姐一颗开了很久了 真的开了很久 姐一颗 好 再过来这边看看 杰克都开了很久 现在又在长花苞 不断的开 不断的长花苞 下方的 杰克是朵莉兰 长得很好啊杰克 摆在这边的都需要比较高的光照 杰克都是朵莉兰 在里面的 在里面杰克 杰克是什么贴板文心 在种了三年了 从来都没有开过花 今年还不开花 我要把它调到垃圾桶去 杰克 这颗Vivian 这颗Vivian 很快就会打开了 现在开了一朵 还没有全打开 它都长得不错的 这个品种呢 千万不好拿来做水培 因为Vivian呢 不喜欢长根的 这颗Vivian 这颗Vivian 从去年开到现在 不知道它开了有多久 下方的还有一些普通品种 这颗红苹果 现在我看见它在长叶片 这边有两颗小苗 这颗是什么菲律宾 这两颗的斑纹呢 长得非常的好啊 它的斑纹很好看啊 这两颗 这颗mini mark 都有一个花梗 这颗是什么 valesia的杂招品种 都开了很久 这颗什么 cat face 这边有几颗 米里品种的 这颗的唇呢 好美的 这一颗 这颗是朋友拿来请就的 我现在把它水培 种了若人福边 这一颗 因为它在生诞的时候买的 所以买它来了 它说就种了若人福边 拿过来我这边请就 我相信呢 请就完了 它就不会拿回去的 这颗现在开了一朵 等到下个月吧 等到下个月才有 比较多的花开 这颗纹心都开了很久了 其实纹心栏呢 真的可以开很久的 什么紫罗兰 我的小植物 我的小植物都长得不错的 这颗都长得不错 差一点呢 就忘记了看我的牛魔王 牛魔王呢 每一年到我家来呢 都不愿意离开的 每年到我家来呢 都会有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 去年好像在我家都有四个月啊 它一开花了就开几个月的 下方这颗小植物 都有花包 长得很好啊 这颗 这颗小仙女 新妖兰 我现在是用拌水培的 它不怎么长根 就只长了一两条 不过根呢 都长得肥肥胖胖的 这边还有小部分的卡特兰 摆着这边的卡特兰呢 都比较小型的 比较迷离的 这边的文心兰呢 还有一些准备要开的 这颗都开了很久 去年这个时候呢 它们都已经全打开了 今年呢 可能真的天气比较冷吧 好像 不怎么冬的 不过我现在最开心的是杰克 杰克是什么 锦发兰 Sunset 它开完花以后呢 我就把它转过去 桃力木炭半水培 现在又长了一个花芽 很快就会有花芽了 这颗 这颗Spider Orchid 我今天早上呢 刚刚收到我一个礼拜前 钉的兰花 里面有六颗啊 六颗都是一些比较迷离的品种 我还没有打开啊 最后过来这边看看吧 之前有一位男友问我 可不可以做一个视频 关于我 我面前这颗小植物 是什么栽种的 我基本上没什么管理它的 我是用一些椰康 种这一个 盆子没有孔的 这个 细肥浇水 我都是做喷雾的 有时候跟我的兰花细肥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它喷几下 如果你发现它特人之间的掉叶片呢 就有可能水分太多 也有可能呢 是天气太冷 它都会特人之间掉叶片的 这个里有多了 现在都抽了两个花芽 这个在淘的半水培里面呢 长得非常的好 这个花芽呢 小小的 可能养分不足吧 好像长不出来 另外的一个呢 就长得比较好 新长的一片呢 都长得很好 这边还有两棵呢 我现在把它水培的 这棵现在还有一朵 这边有一棵 普通品种 现在有两个花芽 这棵我现在都把它转过去水培 我有四棵 两棵桃里半水培 两棵去全水培 里有多了呢 我发现它不太喜欢太强的光照 给它有中光就好了 不好给它晒太阳 我感觉它晒太阳呢 它的叶片呢 反而长得不好的 这棵桃在淘的半水培里面呢 都长得非常的好 现在有一个 生的花芽长出 在旧有的花梗里面呢 还长了几个七花芽 整的节目好 要不要看看它的根啊 我听到你们说要啊 你看它的根都长得很好 两棵长在桃里半水培里面的 都长得非常好的 里面还有一棵 这棵桃西集水晶 集水晶的根呢 都长得不错 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泰 长出的 这棵里多了呢 就桃里根木炭半水培 这边还有一棵 野鸡栏 我的小蜜蜂 好可爱啊 我的小蜜蜂 这棵 我们这一棵边呢 叫它做Money Tree 整的很好啊 我的Money Tree 那好了 今天就看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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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